继续是来自副主席的消息 副主席农会为了提款国产党美参业的竞争力 会合农委会农牛室 办理台湾党美特典冠军事实际纪委 为了提款国产党美的参业竞争力 在农业提供教育中心技劳会与听 基盘100控告年一期做副主席党美品质竞争 关注文章梁以特别高典来关心为农友加友打起 今年报名人所总共14人 参业拼进今年有台农81盒 台南11盒 台京16盒 高雄147盒 经由电缘检查严格策算同贵 台湾出积10名农友参加国債 除了中美拼一几家分析 以及十二家的选严两百日含量以外 也还有包括策略外观 口感丁丁兵信 并算出第一名的党告 毕竟经过农友参与联丁兼职合格者 到位中代表副主席参加台湾中美 当人冠军赛专国比赛 那整个中美可以说是专台湾最大的种植面积 那所以中美又是我们的主食 所以吃好美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尤其是米的食安安全 我想这是大家很重要的 因为主要你是吃这个所有配菜 配鱼一定要有饭 所以饭几乎是三餐不可后缺的 所以每天都吃那一天三餐 所以基本上安全就列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所以来参加比赛的米 那一定经过农药检测 那我想也在跟农民讲一个观念 怎么样种出安全的米 我想这是很重要 当然现在我们的中美台湾都不够公牛 那交公粮的米 有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样去重视它的品质 但是如果要做包装米 基本上就是要打出品牌 打出形象 你要打出品牌打出形象 你就是要种是好吃的米 安全的米 所以铺子融会也当做这个米的比赛 然后再搭配所谓的包装米的行销 我认为这是一个行销策略是对的 那未来我们希望这个行销可以扩大 那参业的人数可以更多 那这样子对于铺子的米 怎么样面对消费者打开知名度 我想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我传认说 留米在台湾现在很大的政治面积 米又是台湾的主持 出现第三档当中 因此吃好米对民众来说特别重要 透过普策联会基盘对米品质竞赛 中安全列为重要的指标 包括安全而且符合规定的米 进一步制限包装米到行销 都在创造在地的品牌和行销 以台未来参加比赛的联络 接下来跟为普策的好备打出第一名度 这一期新伯仁正在行 普策旗 彩虹伯德